我们都知道人类有一些知觉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的视觉 我们的听觉 我们的嗅觉 味觉等等 这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通道 而今天我们的这位选手将要在这个舞台上 挑战我们人类听力分辨的机制 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三位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刘浩 今年14岁 现在是盲童学校的一名初二学生 好 我今天要挑战的项目是听音变碑 听音变碑 这是一个对人类的听力的分辨能力 极为艰难的一次挑战和考验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三位评委当中 有一位资深的音乐人 周华健 刘浩童学您好 周华健叔叔好 喜欢音乐的人 听力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吧 肯定是 我现在只想问 在他开始挑战之前 想请您过来跟他 简单的你们俩比划比划 您有这个勇气吗 我 华健大哥 您有这个勇气吗 先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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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掌声有请 周华健序 你要怎么比呢 我们接下来把道具拿上来好吗 拿上道具您马上就会有感性的认识 真的真的真的 来 掌声有请 挑战现场准备了三十个 装了不同水量的玻璃杯 挑战助理将通过摩擦杯盐发出声音 来考验周华健的听力和记忆能力 我可以找其中一位挑战助理来给您演示一下 这个杯子怎么发出声音 好 保持安静 听到了吧 听到了 不同的杯子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我们希望两位先给我们挑战的是 先把三十个杯子都听一遍之后 您可以记住按序号每一个杯子的音高 华健 你现在回来还来得及 回来吧 我们已经把华健评委逼到绝路上了 接下来掌声有请两位挑战开始 好不好 好 来 两位请移步到我们的挑战台 然后给华健评委戴上眼罩 接下来 周华健和刘昊 将记下三十个杯子摩擦发出的声音 之后由评委随机挑选杯子 他们通过听到的声音 辨别出杯子的序号 好 现在开始 从一号开始发声 可以了 确定了 确定 怀点评委确定了 OK 可以了 我可以 好了 六号可以了吧 三号 可以了 可以了 虽然三十个杯子在摩擦时发出的声音各有不同 但是在一般人听来 相同音区的杯子发出的声音 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很难进行分辨 作为音乐人的周华健 能否分辨出不同杯子的声音 并且记住他们对应杯子的编号 完成这次挑战呢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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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方向的不可能会知道它是第几号的声音是不可能做到的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三十个杯子全部听完 在他们的印象仍然还是新鲜的时刻 我们请董卿评委随意挑选一个号码 好 董卿已经选择了相应的这个号码的杯子 我们有请挑战助理让他发出声音 刘昊先不要说啊 我可以先说一个大概吗 华健评委你可以说一个大概 他是在十一号跟十九号之间 我就猜一个十二号吧 no no 不对 要说说那个note 别别说别说 孩子别说 其实华健老师已经很接近了 我只能用他中高第三个屏来趋于他 往第一个走楼 九号 刘昊你的答案是 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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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十二号和九号非常接近了 但您已经相当厉害 就是您凭借着这个中高低三个 看他的区域 对 区域 您基本上大概能够猜出 他的这个范围 我觉得这已经 这已经真是学音乐的人才有了 他怎么可能把三十个音都记起来 他全部都记得住 而且您以为今天的挑战就这么简单吗 错了 我要告诉大家 今天刘昊要在现场 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是要听多个杯子 挑战规则 本次挑战分为两关 第一关选出五个杯子同时发生 挑战者完全答对五个杯子的序号 则进入第二关 辨认同时发生的六个杯子 每关有两次挑战机会 两关全部答对 即为挑战成功 不同的音节同时发生的时候 它是一个不规则的音调 那是很恐怖的 接下来董卿评委 请您移步到场上 由你来挑选出五个杯子 五个 好 谢谢 刘昊我们现在选择出了五个 不一样的杯子 同时发生 请你仔细辨认 准备好了告诉我 准备好了 好 有请挑战助理上前 五个杯子 现在开始发生 好了 挑战开始 请告诉我们 第一个杯子的编号是 七 第二个杯子的编号是 九 第三个杯子的编号是 十八 第四个 他一路唱上去 二十一 最后一个杯子的编号是 二十二 他没说出一个号码 我鸡皮疙瘩 对 我的这个后脊量骨 一阵一阵地发麻的感觉 就被吓着了 我真是觉得 太厉害了 这个耳朵 挑战顺利通过 耶 李博士 最难的任务交给您了 好 来吧 原来真正厉害的人是李博士 不会吧 博士您确定吗 那我不太懂音乐这个东西啊 这个难度大啊 没有 最主要是 李博士看起来很慈祥 其实他蛮阴险的 这么说刘浩很警告 他不知道李博士干了些什么 我不怕 多难的我都敢挑战 多难的他都敢挑战 这就叫挑战不可能 李博士我们共同宪证一下 来 好好好 来来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挑战助理 上前 东东过来 过到那一边去 越抹越黑 你看那个画面 受不了李博士 好 解散 解散 Dismiss 好了 好了 你们六 可以了 好 李博士相当阴险 六个杯子 同时发声 开始 因为高音跟低音其实是很好分的 你马上知道他拿四个音 可是当他很相近的时候你还难分 可以了 可以了 尽管刘浩用了比刚才要更长的时间 但是挑战开始 六个杯子 第一个杯子 第一个杯子 十一 十一 第二个杯子 十二 第三个杯子 十三 第四个杯子 十四 第五个杯子 十五 第六个杯子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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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 厉害吧 厉害厉害 您这个十一到十六 本来以为很难 这还是没难住他 难不住他 但十一到十六 这几个连着号的排在一起 是不是比之前跳跃的要难一些 对于我来说都不难 但是我开始有疑问了 这个杯子在上场之前他听过吗 还是说这个排列组合他从来不知道 好狠 这个问题问得好 这样刘浩 我问你 如果现场 我们把一到三十号这个杯子的顺序打乱 重新让你听一遍 一到三十号 你还能做到同样的事吗 让你把三十个杯子再听一遍 没关系 因为我只是有一个疑问 如果你说 对 这个如果这个顺序 三十个杯子的排列顺序 他已经无数次的练习过了 那可能会降低难度 确实如此 有可能吗 没试过 那试试 他把所有的号都打断了 再让我听 可能有点困难 他即便觉得难 他也说 我试试 然后我觉得这种态度 首先就让我们非常赞赏 不管你的挑战 像我本身的难度怎样 可是我们最终想看到的 无非是人 愿意去挑战的一种精神 你愿意试试吗 愿意 挑战难度升级 评委们随机挑选出了十个杯子 我们把杯子都次序全部弄乱 然后高低音全部弄乱 剩下几个杯子我们重新倒过手 刘浩将重新听一遍十个杯子的声音 再次迎接更高难度的挑战 可以了 如果要是让我单独听音的话 什么音都难不倒我 二号 有的时候相差都不到半音 这种情况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十号 可以了 好 你现在可以要求 比如刚才哪一个音 你没太听清楚 或者没记住的 我们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这几个号码再听一遍 几号 八号 八号 三合八也是特别介绍 八号 三合八同时 三合八不行是吧 太接近了 三合八同时摸一下 这个太接近了 太接近 你看他已经盯出拿几个音出来 你不能这样子 这个是好像从洗手间接来的 是不是热爱工作 三号没变吗 单独一次 三号单独来一次看看 这是三号 知道了 可以开始挑战了 可以了 好 来 我先跳两个 发声开始 四 六 哇 哇 厉害厉害 厉害 我们再试一个三个 还可以 对 再挑战一下 可以 来 来 三个号码 同时 开始 八 八 四 四 九 九 完了 八 二 还有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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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让我们把我们的欢呼声 钻给刘昊 太棒了 刘昊 他有人生了不起的耳朵 这下我们所有的疑问都 都当然无存 二跟八是刚刚最接近的 对 我以为他会要求把他换掉 可是他可以 就是他已经在自己积累的过程当中 能达到今天这个高度 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再加上我们又突发的奇想 增加了他的难度 我觉得我们应该为孩子的勇气 咕咕掌 谢谢大家 刘昊的挑战已经成功 我将到荣誉殿堂 去等待他 加油 太棒了 你的耳朵这么厉害的听觉 是天生就有 还是说是后天培养出来的 就是在我三岁的时候 我妈给我买一个玩具电子琴 然后就把我听过的儿歌 用那个玩具琴弹出来了 你听一遍就能把他弹出来吗 那你真的是在音乐上有天分 对 我六岁的时候 我妈就带我来北京 七岁学了钢琴 妈妈又来了 对呀 妈妈今天来了吗 来了 刘昊的妈妈在哪里 和大家见个面好不好 三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刘昊妈妈 我叫康贵琴 你有几个小孩 不 两个小孩 两个 对 两个都有同样的能力 还是只有 有好友 只有他有这个能力 那他的眼睛是因为 因为他姐姐从小查出是脑瘫 后来我就跟他爸商量 完了我们就想了 再要一个健康的孩子以后 好照顾他姐 没想到我生他的时候 又是三宝胎 完了又早产了 在医院里 刘昊又吸氧过量 造成他又看不见 那两个就在医院子里 就没有了 当时查出他 说他看不见 完了我当时就 等到三岁的时候 我给他买个玩具垫子琴 他就又玩着玩着 用这个玩具垫子琴 就把他听过的二哥 就弹出来了 后来我就想给他找个老师 让他学学 也许是以后就是 谋生的一个手段吧 是什么让你下决心 要带他到北京来学钢琴呢 就因为他特别喜欢音乐 电琴老师说 他天赋很好 如果说在音乐方面 有很好的发展 他说你要转钢琴 你去大一点的城市 找一个会盲谱的钢琴老师 因为要想学的就是好一点 你必须会铺子 六岁来到现在 也已经有 快八年了 快八年了 你们住哪 住什么样的地方啊 哎呀 我们一来的时候 住的那个房子是 太太小了 特别小 就是那个 像用十年晚搭的那种房子 放一个单人床 就没地儿了 也没有窗户 后来 做一个电视台的节目 在南京给朗朗演出 完了南京一家琴行 给他一架钢琴 运活这架钢琴来 我很犯愁 这个小夫装不下呀 完了又 反正后来 好大的劲儿吧 又租一个 三百五十块钱 一个月的一个房子 反正这个房子也是很小 能放一架钢琴 也是放一个单人床 也就没地儿了 下雨它还漏雨啊 就是大喜爱 这个我说吧 是不是 夏天的时候 那个 因为这个房子 特别简陋嘛 然后漏雨 然后那个 我妈就拿一个大盆 塑料的盆 然后给我遮雨 我弹一个小时 我妈就在那 举那个盆 举一个小时 然后 哇 那个时候 晚上 在我睡觉的时候 我妈还要给我 翻一盲谱 白天做饭 陪我练琴 然后送我上学 然后晚上 我妈 你也想像過媽媽還是長什麼樣子 媽媽長得特漂亮 有沒有想像過 你是對的 我想每一個人在場面都深深為了留好你今天的表現感動了 所以對你今天的挑戰成功能否進入榮譽殿堂 最終我們三位的決定是 能 謝謝 雖然我們身體有殘疾 但我們身殘至不殘 只要我們一起努力 沒有不可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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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